我其實有一個想法 只是我覺得姐妹們可能不會答應我 就是我很想要有一種女團之姿出現 光Generation 聽起來多厲害 我最喜歡的一場戲 反而是跟Rose Mama在回家的那一場戲 就其實Rose Mama來我的家鄉找我的那一系列 剛剛好都是在那一兩天拍的 所以那一兩天的氣氛也好 心情也好 也是比較接近快要殺青的時候 所以很多情緒是很直接的感覺 就完全不需要彩排 也不需要練習 我某一個程度跟Hana最像的事情 是我真的好喜歡待在光裡 就是這也是因為我出道這麼多年來 第一次遇到是一大群女生一起拍戲 都是聚在一起的 我真的沒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氣氛 所以我確實是很不捨得在那個告別的那一整大趴 她就是沒有加入我們化妝間包廂的一位 就是她都會為了維持蘇媽媽的 跟我們的某種美的距離 所以她是自己一個人用餐 然後也不會參與我們聊天啊幹嘛 錦華姐就是會待在導演的旁邊 就是吃她的飯 然後看她的螢幕 我那個時候都覺得 她真的不是一樣進化 她不是一樣進化 她的氣場會讓你知道 喔 她現在是生人物盡的概念 我之前就有說過 我最希望就是可不可以來個雙蛋黃 對 這個真的是太難取捨了 就是我可能會在下面尖叫吧 跟順便扯阿姬的頭髮 如果我得獎最想做的事情喔 應該就是回去我們光的店裡面 開最貴的酒吧 哈哈哈哈 把最貴的酒打開 我們看今天晚上要開多少酒 確實花了非常長的時間去 定調Hana的一個 比如說身世背景啊 跟她經歷一些什麼 她也許會用什麼樣的心情面對社會 因為 我確實不是一個太自卑的人 但是 要演到 Hana的時候 真的是收起很多的 流品演棒 我覺得我哭了好像蠻多次的耶 因為不單單只是要哭Hana 還要哭 Rose Mama Sou Mama 好多各種哭耶 很多值得哭的耶 我還有看到我跟廣成那一場仙女棒的那個 當下不是那個氣氛的 因為那天拍的當下是 晚上然後光線又很暗 又加上那邊這風就是很很難點起來那個仙女棒 就在拍的時候大家都是比較匆忙 或者是說很稍微不是那麼浪漫的氣氛 所以當她一剪出來 然後配上就是我們的特效啊什麼 就發覺哇 真的很有感覺耶 就默默講說 阿達也太愛我了吧 對 就稍微哭了一下 我們是公開的CP啊 只會公開的在公眾場合聯絡的CP 哈哈哈哈 經歷過了這個華登初上的行李 所以我們兩個人的對話 還依舊是有一種就是 兄弟情的感覺比較多 他沒有把我當成女生 我 我 我能怎麼說呢 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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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 他 真的很亮眼吧 哈哈哈哈 他應該會懂我的回答吧 哈哈 真的 所以啊 我還有什麼好在那裡 我才會說我許願每一年都有來就好了吧 對大家的勁敵我只能說阿祭吧 哈哈哈 還用只能說 我其實有一個想法 只是我覺得姐妹們可能不會答應我 就是我很想要有一種女團之姿出現 哈哈哈 但是我怕他們沒有要配合我的意思 光Generation 聽起來多厲害 哈哈哈哈 哈哈 有 有 嗯 有啊 噓 哈哈哈哈 還偵測我又要走沙粉色的刀子 欸好不激烈 怎麼意思 什麼意思 你說一起嗎 哇那股臉真的有一點少 只遮到只遮肚臍 是不是 好拼喔 今年紅蘭第一枚也超難拿的 真的 超難拿 他們每一個都一尊大佛在那裡 怎麼比得過他們啊 我很喜歡他們 為什麼要做我的動作呢 好 好 好